来运通 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准备收看今天的稳超圣见节目 那当然这个大盘修正到上个礼拜 一共修正了3000点以上 那从上个礼拜五开始的话 这个大盘出现了所谓的紫帖的一个讯号 那连续两天大概大涨了350点 但是今天的一个盘是 是属于一个连续 这个反弹两个交易日之后 今天的话拉回稍微修正 那严老师的测标要告诉你什么 多方格局里面 有时候你的操作就是要大胆一点 有时候你的操作逢拉回听严老师的 就是要站在所谓的买方 但是现在投资人比较犹豫的是说 老师我到底要去买什么样的股票 我未来才会赚钱 那其实最近很多人问严老师这个问题 我的回答很简单 你按照趋势来做买对主流 买对主流这句话听起来好像说 好像比较模糊对不对 但是就是解释的意义就是说 强势股里面一定是大户中食物比较喜欢的 一定是筹码比较干净的 你从这个地方去思考的话 我相信你就有可能得到答案 对不对 那你长期要这个收看老师节目的 你应该都很清楚 生机类股的一个操作 你买到药华药的 你买到保瑞的 应该都是大赚 那最近的话你去买观光类股 副野的部分你去操作 我相信也是赚得到钱的 那未来请注意 生机类股现在涨多了 开始拉回修正 但是还是多方格局 还是没有改变 观光类的族群 目前为止也是涨多了 稍微的震荡一下 整理一下 未来的话还是一个常多了 所以这两个族群没有问题 那新的族群是什么 是什么 是元宇宙概念股 还有所谓的电子股 元宇宙概念股里面 指标性质的股票 3508的位数 虽然说今天涨题板打开 但是还是赚得到钱 2498的宏达电 宏达电 连续两天大涨 今天稍微拉回一下 那3504的阳明光 今天一样再创波段新高 所以说这些股票 只要你判定为多头走势 判定为多头走势 这个地方形态量价结构 大户中实户没有跑掉 这个地方我觉得 操作上面难度不高 当然你最近看到这个 对不对 航运内股昨天 阳明 万海 长榮 这三个都起庭 但是今天大涨的只有什么 只有阳明对不对 那你会觉得很奇怪 都是航运类股 都是做所谓的货柜的 为什么今天阳明比较强 长榮对不对没有涨 万海也没有涨 其实这个一点都不奇怪 为什么不奇怪 有时候这个力道上面不是很强 朱薰里面可能会出现一支领标 指标股就是所谓的阳明 等到阳明涨上去了 未来这个长榮 还有这个万海都会涨上去 所以说航运类股目前为止 至少至少你现在去做 你还赚得到钱 但是脚手要比较快 你可能对不对 操作上面就会遇到一些困难 当然之前这个打电话给老师的 问的最多的就是航运类股 很多都是买在高高的 买在很高 掉下来之后全部都卖 都卖光了 其实航运股的一个操作的话 我比较建议听清楚 先做价差再做波段 那当然我有我的道理 如果说你认同的话 你可以按照严老师的方法 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做出一个操作好不好 好 来看一下 这个重要的 来 推背图 推背图 推背图里面告诉你 有多方跟空方 严老师斩金截铁地跟你讲 我现在在多方操作 生计 观光 还有未来的航运 还有现在的电子股 我现在都是偏多来操作 偏多来操作 当然今天下跌 这个叫做洗盘 这个叫震荡 那还是走多方 还是走多方 我的看法没有改变 认识严老师应该都很清楚 这个叫生计类股的明基医 不管你买在什么地方 你买到就赚钱 这是要华要 不管你买在底部的 买在拉回的 这个股价多头白裂的 你都赚得到钱 来导播拉近 关键点在这一天 这一天在震荡洗盘的时候 打到跌停板 很多的人都认为说结束了 但是严老师跟你讲 这个地方反而是买点 最近这个药花药 这个股价最高来到505块 结束了吗 一般人会认为说 老师涨完了 他抱持的理由是什么 涨太多了 老师跟你讲 往上涨的空间是没有限制的 会涨到外太空 往下跌 他的趋势 你也不要认为说 我逢低去减 这个都是在我们股票市场里面操作 最大的一个机会 这股价够低的我去买 结果怎么样 低的还有更低 我认为这个股票涨很多了 对不对 我就不要去买 高的对不对 他翻完一倍又一倍 你稍微的要摒除这种想法 好不好 要花药就是这样子 我认为未来还是会大涨 保瑞也是一样 对不对 保瑞也是一样 你认识严老师 我相信印象比较深刻的 就是这三档生计股 明基一 要花要保瑞 但是我们不能说 一直去做旧的股票 我们也要去操作这种新的 那老师今天正式的告诉你 我对于航运的一个未来 严老师是看好的 但是听清楚 看好跟操作是两回事 看好 你出手点也要对 你出手点不对的话 你是赚不到钱的 你之前去买阳明万海 长龙 我相信几乎都赔钱 为什么 因为你都是买在高档区 那如果说你昨天阳明有出手 今天的阳明有出手 那未来你赚钱的机会就会比较大 也就是同样的一个一档股票 你在不同的时间点 你去做买或卖的一个动作 那个命运上面是大不同 所以说我在节目里常常跟大家讲 老师一辈子追求了一个理念 台股分析大牌一定是求准 不管是关键性的转折 多空的一个方向 各股的部分该出手就出手 分析的话我们就找出这种领头羊的 会飙的我们才去做它 不会飙的你去做它干什么 时间花得长 你又不见得赚得到钱 那阎老师的频道 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 我们今天还是要讲一下好不好 阎老师节目的频道来 第一个叫三立新闻台 每天早上9点45分到55分 连线的一个节目 大台北广播节目最大的一个台 叫做news98的一个 大台北的一个广播节目 阎老师排第一个 每天下午3点到3点半 这个第四台 这个叫运通财经 这个历史很悠久 这个最少有20年的对不对 20年的运通财经台 每天下午3点到4点 别的台都不见了 这运通财经台还在 这真用你知道吗 真用 凌晨重播时间2点半到3点 再早上又一个7点到7点半 其实运通财经台的话 真的我有上的话 应该是回到十几年前 那时候还很年轻 每天早上就来这边 陪大家盘中连线一下 不然就是三更半夜的节目 因为刚刚开始出道 认识的人也不多 现在大概都 每个人都认识阎老师 所以说老师的节目 可以稍微锁定一下好不好 锁定一下 当然今天油党股票拉到涨停板 不是说老师股票很标 我只是要告诉你 操作逻辑不要变来变去 就是底部重压 这档股票代号六四六一的异德 麻烦你底部重压 买就对了 买就对了 麻烦你底部布局 波段价差操作 麻烦你有时候对不对 这股票给他震荡整理一下 你也不要乱卖 今天当然很强对不对 今天很精彩 直接锁在涨停板对不对 尾盘又掉下来了 你到底是买还是卖 老师你告诉我 到底是买还是卖 这个地方 未来怎么做的话 我这边先保密好不好 拭目以待好不好 眼睛插亮一点好不好 有人去追 有人去接 一个去买一个去卖 这个答案 就在这四个字里面 一定有人对 但是我们节目里面 我们不要影响到大家的心情 所以说这个操作的话 我就稍微保密一下 好不好 保密一下 那当然这个义德的部分的话 我们看到了 那当然这个未来 很多的一些标股的话 我们在节目里面都会讲 但是我希望说大家猜到了 也不要去动作 为什么 因为有时候我们卖掉了 我们卖掉我们也没有办法跟大家讲 那当然有一些股票我拿出来 是跟严老师会员来做出一个验证 我们先看这档股票 这档股票6月24号礼拜五拉涨停板 这个我没有公布 对不对 礼拜一一样拉涨停 我今天打开给你看一下 好不好 这是上个礼拜五 生技类股叫百元 成交量开始放量上工了 这是礼拜一的百元 股价直接上去 今天大盘大跌 这样股票 开牌还是很强的 38块钱 一路就锁到涨停板了 你看这种股票三天三根涨停板的 你的想法是什么 三天三根涨停板 你的想法是什么 很强对不对 那你有没有想过它为什么它会很强 你还告诉 有人说是大户中十户在买是不是 你这样子讲也对 你不管是 就是说筹码面的一个判断 买单大于卖单 这股价往上走的 对不对 力道上面会非常强 那支撑这个买单去做出买进的一定 可能是有一些利多的消息 那这个利多的消息 要得到投资人的一个认同 比如说我们最近可能要解封了 可能这个观光类股 这个业绩会大成长 这是我们看到的 但股价会先反映 这个富野有没有跟你讲 好野人 你赚到任何一根你都会赚钱 持续大涨上个礼拜四 上个礼拜五 我还拿简讯给你看 对不对 快乐度周末 这是礼拜一了 对不对 我们一定有简讯 我先讲你在礼拜一 在昨天 你可能你卖掉的人 每个人都赚钱 对不对 我直接跟你写好了 创新高你卖掉你就赚钱了 好不好 股票很简单 就是买跟卖 有时候的话什么时候该买 什么时候该卖 这个有时候你的想法会决定你的财富到底是真还是减 对不对 好那严老师都是采用这个顶尖操盘法 如果说你现在没有顶尖操盘法 你不知道台股的趋势包含类股 包含有一些形态上面的一个了解 你真的不是很清楚的 你又想了解的 你对于基础分析对于基本面 很有幸福的 来 你今天直接拨电话进来也可以好不好 我们这个顶尖操盘法大概有二十几页 你有兴趣的话你再打电话给颜老师好不好 留下姓名联络方式就可以了 第一个跟讲大盘 第二个跟讲个股 第三个跟讲操作的纪律 第四个情绪上面还是要跟你讲 第五个怎么样来研究基本面技术面 做得最好的是这一个 这个叫美国操板手华尔街 对不对不是华尔街之狼 这华尔街之神达华斯 局外人非本科毕业的 创造财富就是靠这几招 适当的环境之下买进股票 找到强势股 把自己的失误降到最低 专注在价格跟成交量 资金部位要保留 还要做所谓的停损单的一个设置 我相信之前的人告诉你的 跟你讲一些经验值 对于各位未来在台股的操作上面 帮助性很大 这个全世界包含美国 最伟大的一个操板手 世界所公认的 不是巴菲特那小子 是这一个 杰克里佛摩 很多人可能听过看过 但是对他没有深入的研究 他有两本著作 一个是传记性的一个字传 一个是他之前操盘过的一些笔记 生前生后就这两本 当然这个最有名的一个理论 金字打超盘数 就这几个字就告诉你 他累积了多少财富 接近一百年前 一口罩里面有多少 超过一百万美金 一百万美金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 以现在币值来换的话 当然你算起来可能只有三千万 可能那时候一栋房子大概两万块 那你就知道了 他可以买 现在可以买150栋的 大概是忠孝东路 靠的是什么 就是这个 当然你要学会 这个要有天赋 不是你想学 就一定学得到 我们这个台湾的分析师 真的是有时候很自大 有时候自己 基本功要砸实的练 不是每天拿手机晃一晃去 还是用一些假股票 在台面上面榨漆 还是每天都涨停板 我真的看到真的很好笑 真的很好笑 我先讲我的股票 不会每天涨停板 你如果要找那种每天涨停板 你不要来找我好不好 我们这个国内很多吹牛的 很多古神 你可以去找他 每天涨停板 那不是比巴菲特还要更神吗 那不是比这个李佛摩要更厉害吗 李佛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他 你们这些分析师谁知道你 就会骗这些无知的投资人 要是非常看不惯 非常看不惯 原宇宙最标的就是这一支 位数 讲很久了 你有赚到钱我恭喜你 股票要有买也要有卖 提醒你上个礼拜的冠军 这个礼拜一了 这是今天的 对不对 可以先卖一趟 没有人叫你去卖股票 对不对 颜老师为什么跟你讲说你要卖一趟 我好心的提醒你 股票就是有买有卖 不是买一大堆都没有卖 那你真的是开银行的 对不对 那你真的是开银行的啦 那当然这个行情快要进入到7月份了 那所以说我今天那专门针对7月份的一档标股 我们事先的来做出个布局 今天没有名额的限制 今天只要扫描我们QR Code的 扫描成功的 留下姓名联络方式就可以了 等一下打电话麻烦你要报名 那你速度上面麻烦你要快一点 因为明天这档股票我预计可能一买下去 直接锁涨停就不用讲 未来很多的分析师就开始讲 我让你先买 我们来交个朋友 好不好 我们来验证一下好不好 富也亮灯涨停板 来恭喜你大赚 今天的百言 对不对 低档区去买的今天也赚钱 易得记得低买高卖 未来还是要接回来 元宇宙概念股的位数 最强的就是一位 未来要复制位数第二 所以我们今天全线开放 今天全线开放前面一百位的 前面一百位的 直接扫描我们的QR Code 前面一百位来直接扫描 位数第二位数的接班人 就在QR Code里面 你有扫就是你的 发动点立即通知 你没有扫 你就次同自动放弃 那今天的话 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电话进来 打电话速度会非常快 麻烦你一定要完成登记 那请记得 还没有扫描我们QR Code的 你一定要扫 一定要扫 位数的接班人就在里面 先拿到先布局 先助你大赚 打电话进广告 就是不要错过任何一位名师 手机扫描QR Code 锁定运通财经台频道 24小时帮您解盘 轮远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 帮您确实下好每步骑 长期布局投资战略 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 洞悉盘式策略宣布 轮远带您引爆投资最佳企迹 赢家专线 022321 9933 2321 9933 罗元同图 年分析师 历经多次万言与空投 拥有20多年股市经验 擅长基本面分析 经验大盘结构 最能冻足极限 充分掌握风险 激起拜访公司 深入产业研究 集中火力 快速累积几效 是您启动财富的最佳导师 罗元同图 智库专线 02 2321 9933 2321 9933 轮远投顾 精准掌握台股趋势 帮您确实下航每步棋 长期布局投资战略 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 洞悉盘式策略宣布 轮远带您引爆投资最佳企迹 赢家专线 02 2321 9933 2321 9933 请注意 未来民众协助检取交通违规 动态部分已对交通安全危害性较高 且警察不宜实施机查取地之违规太样为主 如2EB车 闯红灯等 静态违规则以严重影响交通安全与秩序的违规停车 如并排停车 在路口违规停车等 另外连续为百同一规定违规行为 时间相隔不到6分钟 即行驶没有超过一个路口 只能合并举发一次哦 其他交通违规 人可拨打110 请警察到场排除 维护交通秩序 全民吸手马关 共同维护交安 内政部警政署 感谢您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那当然这个大盘 目前为止的话 我认为还是走多头 这个看法上面没有改变 那只是说 我们未来要去找 什么样的一个新股票 那当然从上个礼拜 到今天为止的话 我一直跟大家讲元宇宙 元宇宙 这个题材 这些股票 不是叫你去追 拉回一定要注意 拉回一定要注意 阳明光 来 也是元宇宙概念股 6月24号发动 我简讯里面告诉你什么 亮灯涨停板 有机会大涨 持股续报 礼拜一有没有涨 有啊 老师今天创新高 今天创新高对不对 那我直接跟你讲 注意 注意哦 注意哦 注意什么 明天 好不好 明天 为什么要注意明天 你就慢慢看嘛 为什么6月28号今天叫你注意明天 老师你有什么内幕消息 我没有啊 我就叫你注意 好不好 注意啊 这张股票也是一样啊 低档去叫你去注意啊 元宇宙概念股的 这支也是元宇宙的 有没有连续上涨 上个礼拜五 礼拜一 今天啊 也没有跌啦 我是希望你去买这种底部起涨的 元宇宙概念股都是现在都是底部起涨的嘛 买底部起涨的趋势往上的才能够赚得到钱嘛 才能够翻转你的人生啊 你最近的操作买到富野的低买高卖的 你就大转翻转你的人生啊 一得啊 今天创新高有卖的人都赚钱 拉回怎么做 拭目以待 有卖的也是要恭喜你好不好 百言间掌听百 来也不要去追了 也不要去追了 位数 大家现在看的最强的就是这档股票嘛 我没有叫你追哦 我现在请你去布局啊 这个位数的接班人 位数第二 你今天老师的话 你听得懂的 你就听得懂 你听不懂的 你看到位数之后 你不会有任何感觉啊 等到位数的接班人 比位数更强 你才会后悔 我今天把机会留给你 今天全线开放啦 我们不要有名额的限制好不好 公司交代 今天只能够开放前面一百位 你直接来验证 怎么样来验证 非常简单 你今天只要把电话拨通 一定要拨通 有留姓名联络方式的 我们会通知你 如果没有留 那不好意思的 我们也没办法通知你 好不好 那我直接跟你讲 位数的接班人 位数第二 七月份的大黑码要做的人 今天直接扫描我们QR Code 直接留下姓名联络方式 明天开始发动点 我们会一对一的直接通知 先讲 要操作位数的接班人 今天直接扫描QR Code 留下姓名联络方式就可以了 扫描成功 先祝你大转 我们明天见 本投资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价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人生动不动都在竞争 打败懒得动 动不动就爱水烦牛 同源同固年分析师 毕竟多次蜿蜒与空投 拥有二十多年股市经验 擅长基本面分析 经验大盘结构 最能动足极限 充分掌握风险 激起拜访公司 深入产业研究 集中火力快速累积绩效 是您启动财富的最佳导师 轮源投顾 智库专线 02-2321-9933 2321-9933 轮源投资 精准掌握台股趋势 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期 长期布局投资战略 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 洞悉盘式策略宣布 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企迹 赢家专线 02-2321-9933 2321-9933 现在上YouTube订阅运通财经台 任何时间任何地点 一记在手 走到哪看到哪 YouTube24小时 线上直播最及时 现在就扫QRCO 订阅运通财经台频道 基本轮到编号 依然比较顺外 最后一切 老 老 老